刚刚测完3080Ti 我们又给大家测3070Ti了 本来这么多新品 扎堆出应该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但是我现在是一点都兴奋不起来 想想测了这么多显卡 到底有哪张是可以顺利原价买到的呢? 嘿嘿 这个问出来就很尴尬嘛 反正今天还是给大家快速过一下这张3070Ti的性能 大家就当了解一下就行了 3070Ti使用了3070上的GA104次旗舰核心 然后补齐了完整规格6144个库达 和笔记本的3080保持一致 完全没有阉割的架构图是不是很少见呢? 当然是它的显存却用上了GDDR6X带宽高了很多 这一点是向台式机的3080看齐了 显存大小依然是8个G 而功耗限制方面3070Ti则是拉得非常高 TGP290W比同核心的3070高了一大截 看来GDDR6X显存确实是个电老虎啊 待会就可以看看具体在游戏中需要多少功耗吧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性能吧 3DMark的成绩完全在意料之中了 这个3070Ti在Time Spy中就是稍微比3070强一点 和3080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光追测试更是和3070没什么区别 毕竟它的光追单元数量也没有比3070多几个嘛 单论核心规模 这两张卡就是拉不开差距的 而在实际游戏中呢 诶? 什么情况啊? 这个3070Ti怎么比3070强了这么多啊? 在刺客信条的英零店里面 不管是2K分辨率还是4K分辨率 你看这个3070Ti的成绩都非常接近3080 这个表现有点让人意外啊 竞技网游CSGO也是这个样子 3070Ti居然和3070拉开了一些差距 更加接近3080一些 看来在这些游戏里 显存带宽成为了瓶颈 而GDDR6X补齐了显存上的短板 这才让这颗GA104的小核心有了匹敌大核心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也测了荒野大标客 这个游戏3070Ti就跟不上3080的节奏了 但好在还是能比3070强出一个量级 4K分辨率下也可以接近60帧运行吧 然后就是最近非常火的生化危机8了 这个说实话优化有点太好了 所以对这几张显卡来说够不衬什么压力 不过在这个游戏里 3070Ti倒是没有比3070强多少 尤其是在4K分辨率下 这个3070Ti的表现会比较受限的 另一个游戏赛伍朋克2077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不开光追的时候 3070Ti能比3070强出一些 但差距没有之前那么大 当打开了光追之后 3070Ti就和3070拉不开差距了 尤其是4K下和3080还差了挺多的 最后一个游戏地铁增强版情况也是差不多 这个3070Ti稍强于3070 但是不管是2K还是4K分辨率 差距都不是特别大 那这样看下来 3070Ti这个卡在游戏里的表现 其实取决于游戏对显存带宽的需求大不大 像刺客性调音电这种开放世界的乱堆资源优化稀烂的游戏 还有像CSGO这种超高帧率吞吐量很大的游戏 其实都可以受益于GDDR6X巨大的显存带宽 那么3070Ti这张卡在这些游戏里表现就会比较好 但是很多其他的游戏 优化比较好的游戏 或者其他的一些3A大作 因为核心规模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3070Ti就只是稍微比3070强一点了 包括我也测了一下达芬奇 就算显存差距不大 3080还是要比这些小核心的卡强出于大街的 所以专业应用明显还是大核心 更占优势一些 温度和功耗方面 尽管3070Ti给了一个290W的TGP限制 但看起来这张卡好像并不需要290W这么高的功耗 实测Time Spy 276W 留的余量还挺多的 这个对于超频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有一说一 276W还是要比3070高出了一大截了 所以GDDR6X确实显存功耗还是蛮吓人的 温度方面 由于3070Ti这张公版皮不太给力 显存又用了这样一个发热大户 所以公版的散热表现属实不太行 最后我们试了一下超频 让我没想到的是 3070Ti这张卡超频能力居然非常强 它的功耗限制给的很宽泛 往上可以拉到最高320W 频率 最终我们居然轻松超到了2115MHz的核心频率 显存21.5G Time Spy居然可以轻松跑上16000分的图形分 比默认强了一大截 这个成绩离3080都不是很远了 这个3070Ti确实超频能力相当不错 NV官方给3070Ti的指导价是4499元 我说实话 如果没有现在的情况 这样性能的那张卡如果真的卖4499 我觉得是特别香的 毕竟这个价格并没有比3070的指导价贵多少 但是解决了显存带宽的瓶颈 而且超频的能力很强 本来挺值得买的一张卡 然而你们现在也知道是什么情况 放个指导价有什么用呢? 说的好像谁能买到一样 所以你要是对3070Ti感兴趣的话 就慢慢等吧 这个卡跟3060之类的不太一样 降到原价之后还是值得考虑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长连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